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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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跟風 搶一窩風 也不時出現倒電潮 蒙古烤肉吃到飽 曾風靡一時 四十多年來 台北倒了上百家 現在只剩個位數 而這位老闆算是當時的開路先鋒 七十多歲了 退而不休 飽到未老 從送肉小弟做起到自己創業 靠著傻鏡和勇氣至今毅力不搖 好 雞肉放這邊來 好 來 羊肉放在那邊 九層塔在他後面來 蔥放在那邊 魚灌而入 小心輕放 這場上菜秀坐鎮指揮的 是店東 陳永富 鮮度我一定有助處的 把它當成自己要吃的東西 他就會很認真 有店位請進 有店位先請進 不一會時間 自住吧台前 湧現還對人潮 四十年前有大概有四十 三四十家的母烤肉 好景不差 到五年的時間 一家一家就關掉了 客人不光是要吃到飽 還要吃到巧 吃到飽又得吃得巧 從烤肉爐的燃料 就可見端倪 不用瓦斯 燒這個是木炭 從這個國外進口的這個木炭 往裡面去 大概換個三隻到五隻 精選相思木作為炭火 木頭香氣透過鐵板縫隙竄出 與肉結合相輔相成 再加上精準調味 醬油這個加一匙 這薑汁把那個肉的腥味除掉 多一點 對對對內行的 貼心叮嚀 調味料下手輕重 就是怕客人吃得不夠巧 佐料區一整排琳琅滿目 即使是小配角 也下重本嚴謹把關 他是說老弟啊 你做生意要注意一下成本的概念 他說麻油誰看得懂 誰知道那個是麻油是什麼東西 他說你看看我告訴你 一桶的麻油對一桶的那個沙拉油 對下去以後炒下去 他說你看我這邊我微型中 我的成本就降低很多 我就笑笑了 後來他以這種理念他就做 開不到第二年他就關掉了 若品名牌標註四國語言 店內觀光客比例吃重 然而走過兩次核彈級疫情 外國人進不來的情況下 還能存活至今 來自對品質的堅持 每天溫體豬送到我們這邊來以後 我們要看看他的肉的鮮度夠不夠 如果是他送來的那個品質不夠 像這個沒有這個標油就不好吃 那我就會退掉了 我沒有殺他的價錢 我公道的價錢 所以品質是我的要求 食材進到陳永夫的廚房 處理程序不容馬虎 這個就是筋膜 這一定要處理掉 不拿掉的話 吃起來就會掐牙子 他很少做這個工作 我們師傅都會很特別的 把它裡面把它剖開來 把這個筋把它找出來 去完筋膜 還得逆紋刨切 這樣切出來的肉 口感佳 容易咀嚼 這個紋路是一條一條 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清楚的時候 我們師傅要包的時候 要把它這麼包起來 如果站在我這個廚房 這個師傅一時 他一定要懂得這種的 最基本的原理 這個是油 這個是金 你同樣這個東西怎麼會換 不是說三天兩天 要看了三年五年 才知道這個金在哪邊 油在哪邊 對肉品撩落執掌 來自年輕時經驗累積 陳永富過去從送肉小弟開始 一路做到烤肉師傅 要怎麼樣把肉跟菜 跟佐料融合在一起 這個學問太大了 我們在這邊 350度的那個高溫下 所以一定要把大蒜 麻油把它爆香 醬汁沒辦法收在肉裡面 就不好吃了 腸塊在高溫的鐵柱大爐上 來回波動 底下香絲木柴火燒得旺 不到30秒刷的魚下 炒好的烤肉 不偏不倚 全部收進碗裡 陳永富 保刀未老 當初也練了好幾個月 在廚房裡面 人家的那個菜 菜葉子啊 什麼東西把它切成碎碎 慢慢天天 師傅打烊以後 我們才慢慢慢慢慢慢 練得手碗的技巧 但第一次下鍋的時候 根本 右手左手都不協討 結果一半在地上 一半才在碗裡面 當年為了練就這首巧勁 不管哀師傅多少罵 身邊同梯學徒紛紛走人 陳永富打死不退 農業家庭 那父母親從小就要教我 做任何一件事情 一定要側射底底的 要把它去做好 不要半途而跪 一般碰到瓶頸 可能很多人就打退堂鼓 就不做了 或者是彎到別的 就彎到彎到 走別的事情 但是我會碰到瓶頸的時候 我會檢討到底這條路是哪邊不同 我會很認真地在這方面的 認真地去分析 阻擋我們情境的原因在哪邊 永不放棄的精神 讓出生苗栗鄉下的農家小孩 成了台北知名老牌餐廳的大老闆 也順利挺過創業時期的艱苦歲月 薪水都花不出來 那個就是一個丟臉的事情 吃一個饅頭我們就可以過一天了 那時候的心情是盪到谷底 看到我們這邊辛苦的在經營 也是一直欠我們再不要坐下去 這麼累在那邊這麼住 晚上都睡不著 晚上有一陣子我都嚇到 他整個這個眼圈是黑的 不管做任何事情 他都是盡量想要自己做 像店裡所有大大小小事情 只要他能夠修的他都自己修 這個中指 這邊的中指應該就是少了一個 這個手指對不對 因為這個是我們自己的那個 馬達皮帶換掉了 我們自己上去換 然後因為我們不是專業的 那一不小心被皮帶攪進去 捏著這個東西 自己還開車到馬街去 我那天假日 餐廳裡面訂了滿滿的人 滿滿滿的人 如果那皮帶沒有修好 就不能做生意 不是損失的問題 各客人沒有辦法交代 犧牲手指 陳永富無怨無悔 將負責任當做一切準則 畢竟這間店當初 是三位老朋友同甘共苦 一起打下的江山 三個臭皮匠 剩過一個租過量 我們這上街 比如說我們會夾暴送出去 或者是說我們隔壁鄰居的 家庭的信箱 甚至公司行號 拜訪的很多旅行社 慢慢慢慢的客人所肯定 觀光客一車一車的拉上來 生意大概一年後一年後 就慢慢慢慢能夠成長下來 你很內行耶 走三圈又三圈 你不理解 有 這左手用的 聽說左手的特別聰明對不對 你左手好香吧 你看看 你看 現在才知道 面對面 我給你介紹你的朋友 風趣幽默 談笑風聲 無論是初來乍到的新知 還是吃了多年的舊雨 都被陳永富逗得樂不可知 對比當初因為害羞木嫩 只能負責後場工作的個性 相差甚遠 三個股東分前堂外交跟後堂 那有一個前堂的股東退出 那沒辦法我自己要面對客人 那要踏出這一步 實在碰到這種心裡很大的掙扎 第一次跟客人接觸的時候 客人 這桌客人點了一盤的牛肉 我從廚房裡面端 把這盤肉端到客人的面前 緊張到把原來那個肉 又端到廚房去 連個性都改得了 可見陳永富對成功信念強烈 唯一的遺憾是後來堅持下來的 老戰友在九年前辭世 我的親兄弟跟我生活 大概只有十幾年 而我這個老戰友王茂春 我們共同吃大過關 吃到三十幾年 我們兩個的理念完全正確 要想哭的時候 就離我們去了 真的心裡上很不捨 時常在夢中會夢到他 是以他的性命 來把這間店維持下去 陳永富不捨 將老戰友兒子始如己出 看他從這麼小開始 到現在自己可以獨當一面 我看他也認真把燒餅研究好 年輕人有在這方面 能夠繼承他父親的衣服 在這方面能夠親近 主要我們手工現做 每天早上現發 現擀現做 每天的溫度濕度會有變化 我會堅持每天都做到一樣 譬如說像我剛這樣子擀 擀了五下 那就三百個一天就要一千五百下 所謂堅持這方面對不對 說得很容易做起來很困難 一樣樣都是我站在客人的立場 站在你 開店四十三年 從當初創業的年輕小夥 到現在鼓吸又五 陳永富依舊充滿活力 退而不休 擾而迷奸 要率領他的蒙古烤肉大軍 朝半世紀買進